今天也是基督教世界的重要节日 圣徽星期三 又叫做大灾首日 南加基督教会众多 洛杉矶的天主教区的教徒 人数也高达400万 今天有不少人是来到 洛世中心的天神之后主教座堂 参加葛梅兹主教主持的弥撒 并展开为期40天的迎接复活节活动 圣徽星期三被设定为 复活节的前40天 这一天也是基督教世界大摘期的开始 洛杉矶教区有大批天主教徒 来到天神之后主教座堂 参加今天举行的 圣徽星期三庆祝活动 圣徽星期三的说法 是由节日这一天所举行的 图灰礼仕事而来的 在仪式上 主教会把宗旨烧成灰 涂在信徒的额头上 作为悔改的象征 而道场的信徒 也可以以此作为标记 来时刻提醒自己 所信奉的宗教信仰 这一天是最后一天 那些聖联系尔与 尤其是有尊重的信徒 在他们的颗头上 如果你看到人们 在一旁边的颗头上 在颗头上 他们可能是聖联系 而你可能不知 但这一天是一提醒 来到世界上 也好为我们 我们都要花点时间 想想想 我们可以成为 更好的人 如果你是一位 神经人 或是什么 神经人 你也认为 你能够接受 神爱 来到你的生命 因為它能改變 除了圖彙禮儀式之外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 復活節的四十天裡 基督教信徒將展開摘戒期 並共同迎接復活節的到來 在基督徒時 我從時到時到時考慮到我的信心 所以今天尤其是一個記憶 我的基督律和我的基督律 我認為是重要的 要求教會和教會 但我認為是重要的 要求教會和教會 並且要求教會 並且要提醒大家 我和其他人的同志 和其他人一起轉回我們的生命 陸城十八台記者 陳辰 洛神基採訪報導